三百多天的探访土村落 我终于在太行山的深处找到了 我最喜欢的这个世外桃源 朋友们看一下整个村子啊 这个村子是多么多么的漂亮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里 看到没 有一条河道 常年流水的河道呀朋友们 这个村子我真是太喜欢了 我准备要定居下来了 这就是我心目当中的世外桃源 在北方太行山的大山深处啊 能找到这样一个小村子 有水主要是有水啊 常年你看看这条河流 它是常年不停的流啊 这里我问过这里的 住在这里的村民了 还有村长 这个村子真的是 我见到的第一眼啊 因为一直沿着这个河道上来 这个河一直是有水 并且这个水特别特别的清澈 我甚至已经想到了 看到没那个地方 我甚至已经想到了 我要改造的时候 我把这里水再加宽一点 距一个大坑 夏天的时候就坐在这里啊 冰一个西瓜 看着这样古朴的村子啊 改造一个小燕子 是多么多么的美啊 这个村子没有之一 是目前我建一个太行山里面 我最最最喜欢的一个村子 欢迎晚上你们看一下 这里的水有多清澈 看这一坑啊 当时我要是把它再给加宽一下 用这个小石头 天然的石头 给雷起一个大池子 在这里 肯定这里面是有鱼 也有螃蟹的啊 太美了 真的是太美了 再带你们沉浸式的欣赏一下 我心目当中梦寐以求的 这个世外桃园 这个小村子 看一下多么古朴的街道 还有这些楼房 全都是用砖匹和木构啊 构成的这个双层的一个小洋楼 也不知道以后租了这样一个小院子 在这里生活 得多么的惬意 你看看 这真的不说放在这个封建社会了 就是真的就跟走到了这个 五六十年前一样啊 那些小村子 给人满满的都是回忆 每一条街道都是回忆 我真的是太爱这个村子了 以后我有可能啊 朋友们 我真的就会在这个村子里 这个前面有个宝宝 还有阿姨 这村子里面是有人住的啊 这下面是有养殖户的 这一条街道 是北边一个主街道啊 这我们身后呢 这边呢 它就是有养殖的啊 看着很漂亮 这个村子 好了好了 过多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今天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啊